二战德军对苏联俘虏兽形曝光。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国闪击波兰为序幕拉开的,最后又是以苏联对德国的沉重打击而快速结束的。 苏联很厉害,但是其实德军更厉害,德国当年光俘虏苏联人就有几百万人,要不是因为苏联的天气,德国很可能会战胜苏联。 面对庞大的苏联战俘,德国可以说毫不手软,杀了很多,战争是血腥的,也是非常残酷的。 在二战初期,苏联军对被德军的闪电战打得措手不及,数以十万计,百万计的苏联官兵,被德军分割包围,沦为俘虏。 整个二战苏联战俘的人数,比其他各盟国战,符合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,大约有五百七十万人。 1945年盟军解放战俘营中被俘人员时,生还的苏联战俘只有一百万人,那么剩下的都去了哪儿。 二战结束后,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证实了苏联战俘的去向,饿死,冻死,病死的俄国战俘达200万,其余的被党卫队保安处处死。 德国为什么对苏联战俘如此残忍? 今天我们来看看德军,是如何对待苏联俘虏的。 德国在入侵苏联当日,希特勒就下达了一道命令,对在战斗中或在反抗中被俘的苏军,一律当场枪决。 为此,德国还专门成立组建了行动组,负责彻底清查占领地区,以便集中处决战俘,犹太人和政治嫌疑犯。 苏德战争爆发后,在德国的残暴进攻下,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士兵沦为纳粹俘虏,在希特勒的这一道命令下,苏联战俘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不要以为逃脱枪决是一种幸运,其实他们的炼狱生活才刚刚开始,为了给德国纳粹腾出所谓生存空间,苏联战俘既能获得极少的食品,和单薄的异物欲含。 当冬天来临时,大量的苏联战俘被饿死。冻死,德国国防军曾透露,他们的任务就是让苏联战俘饿死,20天里有18天没有食物,只有辱骂。 鞭打,毫无理由的枪击,通常战俘们无法理解德军的意图。 当苏联第一个冬季结束的时候,德军控制的战俘营中,有三分之一的战俘死亡。某些地方战俘营,甚至达到95%,莫斯科保卫战结束后,苏联红军在莫斯科边上的村庄,发现一个关押苏联战俘的战俘营。 当地人说,战俘营曾经又超过3000人的苏联战俘,最后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只有15人。苏联战俘和英美战俘在德国的待遇,也根本无法相比。 一位被俘的,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曾经这样描述苏联战俘的生活,和英国战俘形式的生活相比,苏联战俘的待遇简直糟透了。 每天都有苏联战俘蹲坐在垃圾堆上,用手指仔细地扣罐头食品中里的食物惨渣,盟军战俘把属于自己不多的食品,香烟想办法传递到苏联战俘手中。 但这样苏联战俘的结果往往是被枪决,因为德国纳粹规定,苏联战俘任,和士图越界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。 就这样,在被俘的570万苏联战俘中,有370万死在德军手中,难怪苏联红军在攻占玻璃时,对德国战俘也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,以及后来对待日本战俘也是如此。 这也许是一种发泄吧。